进行过两次拆建的板桥三豹族聚安宫 整建完成后庆祝三周年安座大典 庙方特别举办隆重的祭祀典礼 庆祝地方大事 聚安宫在福州地区 可以说是最古早的土地公庙 远在清朝乾隆时期旧建庙 现在更是福州地区的重要信仰中心 是我们梁旅福安旅及龙安旅的 各位信徒 大家都很勇业参与这个祭典这样 今天是我们庙的成立三多年宪 聚安宫有两百年的历史 那我们龙安旅以及福安旅的旅民 以我们聚安宫为信仰中心 我们这个土地公已经清朝他们 先民来台的时候就有的 庙方准备丰盛的贡品进行祭祀大典 还有信徒陆陆续续带来鲜花素果拜拜 谢谢土地公对于信徒的照顾 其中正在忙着参选立委的参选人罗志正 也到了现场参与地方圣会 像居安宫是我们在地非常重要的 看起来不是很大但是事实上是在地居民最重要的宗教信仰文化 也是一个社区的一个活动中心 好像这样的活动的举办 对凝聚居民的相信也有很大的帮助 三豹族聚安宫供奉土地公 之所以命名为聚安宫 是因为当年福建泉州同安人聚居之地的意思 历经两百多年下来 福德政省守护福州地区 当然深受地方民众爱戴 中家新闻林立如范刚仪 板桥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